KTV前面 一群人拿着棍棒乱砸 不但砸店面还砸车 店门口前的停车也遭殃 落空挥舞当中 还有车辆开过来停 原来是同伙 一群人好几辆车 纠团成胸 甚至打到店里面去 他们手持棍棒 看来都是年轻人 有人砸电 有人拍摄 还有人一手拿棍 一手拿手机 警方快打部队到场 人已经闪了 KTV位在云林陡南 事发在21号晚间 店面被砸过后面目全非 不断门窗毁损 玻璃破碎 还被泼漆 相当狼狈 这样的店面还无法营业 隔壁邻居说 自家店表也遭到波及 二十几个人下 五台车二十几个下 五台车啊 店表在那边也没有 把他到那里变得大 侧面了解 疑似因为KTV老板电话当中 跟有人口角炒了起来 有人呛呛算账 之后就有一群人 拿棍棒来砸电 邻居说五车二十人 警方目前掌握七人到案 显然大部分还在查 上个月云林也发生过 棒砸KTV的案件 如果无法有效遏止 恐怕球棒队一队 接着一队组团成军 TBS新闻张崇敏 吴淑屏 云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